各位觀眾 歡迎前來欣賞 台大戲劇系主期劇展 豬頭晚宴 請關閉您的手機 或調成震動 演出期間 如果覺得好笑 那就大聲笑出來 感謝您的配合 祝您有個美好的看戲時光 我會彈你 我會彈你 喂 你好 我是屍次文 我現在不在電話旁邊 如果你要留言給我請在B3之後 老實話好 喂 老婆 好 我承認嘛 我承認那個豬頭晚宴 就是給一群豬頭去聊天 然後看誰對豬頭那個帶豬頭去的人 就可以獲得獎金啊 欸 我這個豬頭可是找了很久欸 哪有 這一點都不蠢好不好 不是啊 那你也不用因為這個樣子就跟我鬧病了 就離家出走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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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發誓 我發誓我再也不會去那個晚宴 喔 我也再也不會看到那個人了 喔 我要回來喔 我有事先處理 掰掰 欸 那個豬文先生 不好意思 我的被昨天打高爾夫的時候受傷了 今天晚宴可能要取消囉 喔 沒有關係 你看起來很痛苦 我還好啦 你可以先幫我拿杯水嗎 水啊 水啊 水啦 喔 水啦 ệogeneous 水啦 潰洞 水了 你 庁 還是我幫你錄一個呢 欸欸欸 不需要 只要一分鐘 我真的不需要 我錄的那個可能有點頻繁 不過真的不需要 我知道你想說羅浮宮是吧 對 羅浮宮那些倒是假的 我這個才是真的 欸對欸 志文先生 郭尚先生 自從你打給我之後 或是像是騰雲駕屋一般 或是 我在電話裡面表現會不會很蠢 欸 當然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說 你電話裡面表現 非常完美 喔喔喔 像你這樣的節目製作人 要我上你的節目介紹 我的冰棒會模型 然後還要我參加你的晚宴 我真的是覺得 我我我我甚至準備好 在你的節目上表演口氣 志文先生 志文先生 上節目的計畫還沒有完全確定啊 對 對 對 今天可能真的沒辦法 我的肺真的有點痛 喔 對對 他在這 對 十足的冠軍下 對 不然這樣我下禮拜再去好不好 好 好 那就下禮拜 拜拜 來 欸 志文先生啊 你下禮拜三有沒有空 下禮拜三 對 我朋友邀請你參加下一次晚宴 禮拜三 對 禮拜三 有空 太棒了 今天你可能缺席晚宴 不過是希望你下禮拜也缺席喔 喔喔喔喔喔 對 你是不是先來看你的冰棒棍模型啊 平常都把我的作品的照片帶在身上 你看喔 看一下 首先呢 可以看到 喔喔 我的第一個作品 他是三根冰棒棍完成的 哇 這不就是一個正三角形嗎 對 他就是正三角形 你看到這個三個角度是一模一樣的 非常的困難 我甚至拿兩角性一個一個核對 但是我已經克服他了 你可以看到我第二個作品 三白跟冰棒棍做起來的一個小木屋 然後這個木門他是可以 你假日都在做這些啊 當然啦 只要我有空報韓館上 那你結婚了嗎 結了也可以說沒有結 離婚喔 我的老婆不在我身邊 你的老婆跟別人 我的老婆跟一個我的朋友跑 一個在稅務局認識的傢伙 別人還不壞 我請他到家裡面 然後我老婆跟他跑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啊 老婆婆先猜一下 這個東西是幾根冰棒棍做起來的 三千 我真的不懂 欸 紫章那個傢伙根本就是智障啊 這你的意思是誰是個智障啊 紫章啊 跟我老婆跑那傢伙啊 你是說他比你還 我的意思是說你很聰明 那他怎麼可能跟你競爭欸 誰知道啊 他整天一直想打麻將 對我能認識他嗎 你也喜歡打麻將嗎 我非常喜歡 那你們應該很齒的來才對 他叫做紫章 我們叫他智障 他的電話你可以在 Google上面就Google的到 應該記得喔 要打紫章 不是智障 三十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二根 哇 這厲害的在後面 幾瓶膠水黏起來的 志文先生 我想還是去參加晚宴好了 真的嗎 真的 你的背可以嗎 你有開車嗎 當然 你來開的話應該沒問題 那你來扶我一下 慢點慢點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罐膠水黏起來的冰棒棍模型 天啊 志文先生 我想我會有一個很棒的晚宴 那博尚先生 我最新的作品 他的概念 不好意思 欸博尚先生 你沒事吧 沒事才有鬼啦 我看你需要一個整骨專家喔 不需要什麼整骨專家啊 我的一個朋友在當整骨專家 不需要什麼整骨專家 你回家去吧 那不去晚宴喔 不去了 取消的情況不允許 喔 喔 吼 嘿 哈囉你好我是柏少 現在不在家 有事情留言 你的留言真的不怎麼樣 餵是我 我今晚不會回去了 也許以後都不會回去了 你抱歉在電話裡跟你說 再見 國尚 我想我還是離開好了 國尚先生 我會支持你 永遠的支持你 非常感謝 再見 真的不用我幫你做些什麼嗎 真的不用 我可以自己一個人等雨婷 雨婷是我老婆的名字啊 國尚先生啊 我可以明白你現在的心情 當我老婆離開我的時候 我自己人在公園裡面孤獨得很崩潰 我老婆她沒有離開我 她只是情緒不穩定而已 等一下就會回來的 對對對 兩年先會是這樣安慰我自己的 我等一下就回來 但是一早一點兩年就過去了 而且你現在這個樣子 真的需要一個整骨專家 真的不需要什麼整骨專家 我的那個朋友收費很低廉的喔 我是有榮總醫院的廖慶龍醫師組織 不需要你什麼朋友 對對對 你的廖慶龍也許很厲害 但是我的那個 那是因為你害我摔倒了 國尚先生 你現在看起來就好像是 西門町地盤上的 薄荷冰淇淋 而且你真的需要一個整骨專家 當給廖慶龍 這還差不多 這個點下去就有了 這個點下去就有了 哦 這不可能真是 我會試在當中 欸 老B 我花了 你啊 你幹嘛現在先打給我 痾 你好 欸 我喝個口茶的音樂過來啊 請問是叫我姓龍醫生嗎 痾 痾 誰啊 我是國尚先生的朋友 國尚在哪 他現在在地板上 他怎麼了 他現在情況不太OK 可能會半身不隨 而且最慘的是他的老婆不在他身邊 進去呢 GG 喔對 他快GG了 所以你可能要馬上過來 好 那我馬上過去 好 謝謝 他說什麼 他說他馬上過來 太好了 那我慶容是女的啊 蛤 我懸得給Louisa 他是我的 他是一個花痴 他如果知道我老婆不在家 你就會立刻過來的 啊 你再打一通電話給他好了 跟他說我老婆已經回來了 你老婆已經回來了 不是啦 是要騙他的 你跟他說不要過來 不然如果他們兩個見面的話 事情就會一觸即發不可收拾 喂 阿B有換John在郭雷格了 你好 我是剛才的朋友 你怎樣啊 欸 現在就是 博尚先生他的老婆已經回來了 所以你可能不用過來 又是這樣 對 現在的情況就是 如果你們兩個人碰面的話 事情就會一觸即發生 好 好 好 那他還OK嗎 博尚先生現在還OK 有他的老婆在照顧他 就他老婆還聽電話 他老婆啊 博尚先生你沒事吧沒事吧 你聽到了他現在不放電話 好喔 一個人 欸 對 那麼 我現在我必須把電話掛掉 因為博尚先生他現在一個 他一個人在地上 喂喂Lulisa 喂 你真的不能過來好不好 我一定要過來 我一定要過來 不是 我知道 不是 你等一下真的不能過來 我一定要過來 不是 我知道你很想 我肯定等一下還是不能過來啊 喂 這個不行 不要 不要 喂 喂 喂 那個花痴根本就不聽我的話 先扶我到沙發上 埋言 deception 欸 欸 欸 喂 欸 國尚先生啊 平常你跟你老婆的那個相處他是 很愉快 愉快的話 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吧 人家說床頭炒兩邊倒 床頭炒床尾盒 所以這件事情他應該很快就可以得到 我幫你拿藥 柏尚先生你的藥是 剝離罐子的 柏尚先生 幹嘛啦 我白色蓋子的 柏尚先生我覺得你的老婆跟別人跑了 我老婆才沒有跟任何人跑的 對兩年前我也是這樣告訴我自己 因為子彈那個傢伙根本什麼東西都不是 但是現在情況就是你的老婆跟一個人跑到了 柏尚先生我們剛剛是不是說過再見了 所以那個人他會知道 對嗎 中世報 當你問起我的婚姻狀況的時候 我可能沒有跟你說 你能滾一邊去嗎 再見柏尚先生 柏尚先生曾經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們兩年前到發了你滿意了嗎 為什麼啊 因為你跟他老婆有一腿 因為我搶了他老婆 宇婷本來跟他在一起 後來他離開他跟著我 他們兩個離開前來一起寫了一個劇本 要拍成偶像劇 那然後呢 然後我就彩色兼收啊 宇婷的劇本 太可怕了吧 為什麼每個喜歡打麻將的人都喜歡搶別人 欸我不喜歡打麻將好嗎 但是你剛剛明明就跟我說你喜歡打麻將 試著打電話給他呢 誰 跟你老婆跑那個人啊 我們兩年沒見 然後突然打電話給他說 欸那個被我偷走女兒 是不是回到你身邊去啊 至少你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像我兩年前我就打給紫章 然後我就問他說 請問我的老婆在你那邊嗎 然後他就回答 對 你看 至少我們得到一個答案 那如果是我來打給他呢 你 對啊 我可以說我是周太太的朋友 我要怎麼樣找到他 算了吧 我試著在幫你喔 謝謝你喔 可是他肯定沒有回到他的身邊 好吧博尚先生 如你所願 你能夠完全按照我的計畫去做嗎 你能做到嗎 有的時候我覺得你把我當成一個白癡欸 當然可以啊 你要我做什麼 你就說你是一個製作人 然後你讀過他們的劇本 覺得很有趣想要把我拍成電影 喔好主意 然後你就隨意問其他合住人 合住人是 合住人是 我老婆啊 我老婆啊 算了 算了 會啦 會成功會心快要聽懂他了 這個很簡單好嗎 你就說你是一個台灣的製作人 不行 他就是鎖台灣製作人 你必須要裝一個外國人 那我要裝成韓國人還是 都好 反正只要是不會講中文的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會講中文 因為很適合你啊 你不覺得外國人加集中文就顯得很 反正不管怎樣 你就說你讀了微笑這個劇本 覺得很有趣想要把他拍成電影 喔 那博尚先生 這個劇本他寫得怎麼樣 這個劇本他寫的 這個劇本他寫的 好 是 反正 反正我老婆筆名是藤井花 喔 日本人啊 不是他筆名 反正不管怎樣 最後就記得問他 如何能夠找到合助人藤井花 如何找到藤井花 對 喂 喂 你好你好 我是一個從日本來的電影製作人 我自從顧過你的劇本之後 欸 那個微笑子齁 我覺得他非常的有趣 等一下 這是惡渡劇嗎 看 查尼 張念成 什麼 你別裝了 我知道是你 我是真的是一個從日本來的電影製作人 哪些公司 公司啊 公司名字是什麼 公司 喔 台北Hot Movie 什麼 他是以前非常年輕的小小的公司 你對我的劇本感興趣啊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感興趣です 那是要拍成電影還是電視劇 拍成電影です 有機會讓我自己演電影男主角嗎 對啊 當然是有 有機會讓我自己演電影男主角嗎